哈囉 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小燕哥 上次我們做出了巨大蝦片之後呢 收到了觀眾朋友們的廣泛討評 同時也收到了小怪的大力成贊 當時他就說 啊 好厲害 厲害 嗯 你真棒 啊 你真棒 這樣的評價 所以呢 很多人又提意見了 哇 小燕哥 好想再看你做巨大的東西啊 好吧 並沒有人這麼說 我就是想做不行哦 巨大薯片 我們薯片呢 相信大家都很愛吃吧 不管是追劇 看電影 都是必吃項目 外面包裝在弄薯片 和你自己在家裡面炸出來的薯片 往往又有一點不一樣 你們肯定不知道靈魂在哪裡吧 哼 今天我就要給你們揭秘一下 其實包裝在裡面弄薯片 並不是它一片一片切下來給你炸出來的 它是 我們先切吧 好 切好之後 先放在薄薄裡面 我們上鍋把它蒸熟 蒸好了之後 現在我們用杯子把它捏碎 我等你壓的全差不多了 我們放點調料 黑胡椒 白糖 放點鹽 放點油 然後我們再次給它攪拌均勻 當然這個是很隨意的 吃什麼口味就可以放什麼樣的調料 比如說你喜歡吃紅燒牛肉薯片 那你光放紅燒牛肉 原來差點感覺 黑胡椒 鹽 油 放點水吧 攪拌子好了之後呢 我們原本應該是用蛋糕擠奶油那種 帶折 帶擠 但是沒有 我找到了這個調料瓶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 我們把這個稀油紙 稀油紙 就紙上燒烤那種 看一下能不能擠出來 擠出來這個太細了 找了一個酸料袋 好 全部剖好之後 我們再用另外一張 再剖在上面 把這些小球球全部壓平 接下來我們就上烤箱 溫度不能太高 不然的話會烤糊 我們調整到150度的樣子 哇 二十分鐘了 看一下 好像是有一點烤糊的樣子 哇 薯片真的做出來了 很脆的 而且很薄 真的很薄 如果它們拼接在一起 那麼它們就會變得很大一張 所以 那麼剛剛呢 只是小事牛刀 忘了我們今天主題嗎 好大的 不過剛剛這個薯片烤出來呢 比完包裝袋那種 還要薄薄薄薄很多 真的是非常薄 口感也是很脆很香 好 現在我們盡量鋪滿 正好還可以過濾一下 沒有碾碎的 不必這樣子 我們只需要把它們全黏在一整塊 那麼就可以做出一個超大的薯片 哦 已經很重了 這一塊 剛剛二十分鐘有點糊了吧 現在我們就十五分鐘吧 那麼小帥想究竟能不能夠製作圖 超級無敵旋轉 瀕零爆炸的巨大薯片呢 應該是差不多 那麼接下來就是今天所製作的 超大薯片 整體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烤了真的很久 差不多烤了十五十五分鐘 快一個小時 中間還是有點暖暖的 但是邊邊已經有點要紅了的感覺 哦 沒什麼意義 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